灰熊队在黄蜂队主场最近取得了三连胜 表现灰熊的好 John Moraine就像一条怎么抓也抓不住的碾鱼 穿越了防守人墙用左手挑篮得分 你抓不住我冲了进去两分放在口袋里精斗虾 本身就是难卡人的Moraine除了个人得分能力强 瞬间移动救驾的功夫他也略懂略懂 前锋Adama在快攻当中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状况之下 突然想到没有空鼓励的他 要得分就叫John Moraine送啊 Dillon Brooks也加入了灰熊队的Showtime 切入禁区之后的空中拉杆耍大刀 这两分的难度真的有够高 Lamelo Ball一个左右背后换手运球直接杀到篮底 在三分线外的McDaniels埋伏在那里投进一个湖顶三分 这是Lamelo Ball生涯第一千次助攻 今天他在主场搅出12次助攻攻下全队最高的23分 灰熊队也用团体战保持分数领先 Jaron Jackson Jr. Desmond Bain还有Xavier Tillman 他们的小组合作如行云流水 在篮下扣进两分 第四节刚开始灰熊队的得分已破百 Desmond Bain在这场比赛中拿下全队第二多的19分11个篮板球 这是他最近五场比赛首次的double-double 到了第四节剩下不到5分钟 灰熊队在客场已经领先了30分左右了 最后的比赛结果是131比107 灰熊队再次在对手家里打败黄蜂 看来灰熊根本就是把光谱中心球场当成自家主场在打 It's a home away from home John Moraine今天又攻下23分8助攻还是球队的一格 "! 危险中导火